狗狗拉虫子又细又长 孙嘉诚,职业手医师 对于狗狗来说 如果没有做好平时的体内外蛆虫 那么是非常有可能感染寄生虫类疾病的 一般来说 又细又长的寄生虫 为腺虫类寄生虫 最常见的种类为回虫 所以说 当您发现家里的狗狗拉出又细又长的线虫时 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 给狗狗进行体内外的蛆虫 目前虽然市面上的蛆虫药种类有很多 但是我们需要根据狗狗具体情况 来选择适当的蛆虫药进行蛆虫 比如说狗狗处于幼龄阶段 也就是年龄小于六个月 或者在蛆虫的近三日进行过疫苗免疫 那么则建议使用安全性较高的蛆虫药 比如说像大宠爱 但是用法与预防时不同 预防时每隔一个月使用一次 终身使用即可 但是治疗时需要每隔半个月使用一次 连续三到四次 往后再调整为一个月使用一次 当狗狗属于成年犬 并且身体素质较好时 那么我们则需要考虑选择效率更强的蛆虫药 比如说超可信 用法与上面所说的方案一样 对于寄生虫的预防 我们不仅要做到平时给狗狗 按时使用蛆虫药 更需要做到的是 饲养环境卫生 食品安全达标等这些方面 也只有这样才能尽量让狗狗免于寄生虫的危害